关于肺腺化能不能自愈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如果说患者他既往曾经有肺炎 或者支气管炎这些表现 他出现了肺部的焗躁的 这种纤维躁的时候 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因为我们在门诊也会看到 有些患者他会很紧张的说 我肺上有纤维化了 然后他就觉得特别的严重 但是你去看他的影像学的时候 他可能只有一个纤维调索的影子 所以这种情况对于他来说 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呢如果说患者出现了 一个典型的这种兼职性肺病 双肺的纤维化的表现的话 如果是表现为双肺靠近胸膜的这种网格状的结结状的影子 他的病因比较复杂一些 这种时候有可能患者就会出现了 咳嗽呀气短呀肝咳会比较明显一些 那这个患者他可能就不可能自愈的 目前来说国际指南推荐的对于纤维化的治疗 有两种药 一种就是尼达尼布 一种是比菲尼童 当然我们也要针对这种患者 来进行一个临床的长期的一个观察 因为这两种药只能是延缓患者肺功能的恶化 但是对于本身已经产生的纤维化 是没有作用的 感谢观看